我们来看一下拜登关于移民政策的支持度只有35% 反对的高达63% 这是为什么他派出军队 甚至不是只有警察 国民警察 派出军队处理边境问题的原因 目前为止几个民调显示出来 共和党提名川普的几率高达58% 而共和党的选民尽管表态不支持川普 但仍然可能投他一票的是18% 共和党选民所以挺川普 他们觉得他们需要立抗 整个现在迫害他的司法的前总统 为了要对抗司法系统的选民 居然高达65% 他们认为美国的司法是在迫害川普 这是目前关于川普的民调 所以他被提名的几率太高了 在因此美国总统选举2024的情况里头 民主党左派的Standis 他说拜登虽然年纪大了 有很多问题 但是他将有压倒性的优势 来获胜 因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是川普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